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宇軒 您現在收看的是大戶羅盤 籌碼洞男 籌碼洞足先機 董男長我吉仙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洞男大戶羅盤的盤後前面視頻 好 我們直接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208點 OTC上漲2.03點 朋友 其實OTC前天這一根 這一根基本上連一半都還沒收到對不對 但是這個大盤的部分其實比較強 今天動了一些全資股 像動台積電的部分 這個這一根 禮拜二的這一根 其實如果說以大盤來看已經被收掉 也就是說什麼 如果說這種KK棒 就特殊事件的KK棒被收掉的話 代表說其實市場上 市場上其實就不太管這個東西 不太管這個東西啊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說 市場上不太管那個 現在已經 不管那個日本 日本那個 緊縮這個部分 頭部他是變相緊縮了 已經不管這個部分的話 但是他還是在什麼樣 他還是在短期均線之下 所以應該還是震盪 還是震盪 但是如果說你看這個指數的話 應該是什麼 有機會 有機會走個聖誕行情 算是圓月行情 我說的聖誕行情跟圓月行情 不是指大盤 大盤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這個 萬五就難過 還是萬五就是要挑戰萬五 這個目前的這個狀況 這個 有啦 這一根被收掉 但是你說挑戰萬五過這裡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因為明年的景氣 什麼 明年上半年 真的狀況 以目前我所知道的部分 真的不是說很好 好不好 那ODC也是一樣 這一根 這一根就連一半都還沒收掉 所以呢 所以 還是一樣 看個股表現就好了 甚至於要什麼聖誕行 聖誕禮物 說真的 也不是看指數啊 看什麼 看個股啊對不對 你個股要選對 基本上就會有禮物了嘛 那個股的話 好像我們在 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頭本有其實最最近這一天哦 那個 輪動基本上算快了 但是如果說你看那個 這兩天的錢哦 在卡什麼 卡一樣的卡生計嘛 小生計嘛 卡船嘛對不對 基本上就這幾個部分啊 就卡生計卡船 那你看這個 這是我們昨天跟大家說的 就是我們昨天去卡位的嘛 每天頭本比都第一名 連續三天 他昨天 頭本比也第一名 連續四天啊 連續四天當然 頭戲一直在滿 但是這支股票還滿妙的 外資跟他對著幹 好不好 你頭心賣多少 外資又賣多少 那 今天哦 當然今天就是 最對於那個船的部分 有一些好消息出來了 就這個啊 會洋啊 這支會洋啊 但不是 最低點不是48.9 盤很久嘛 盤很久撈起來嘛 現在怎麼樣 現在內支盤嘛 內支 內支就是專找這種 哇 底部打很久沒有在動的 然後呢 電個火 拉起來嘛 基本上要這樣子 內支基本上要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內支在拱 外資怎麼樣 外資就倒給他啊 不是不是就這樣子嘛 但也不是說外資什麼看壞他啦 主要就是 外資認為哦 就外資的部分 但第一個要放假 第二個呢 啊 明年景氣不好 這個是短線上什麼 機會踩啊 短線上啊 中國解封 短線上一個機會踩 這樣子而已啦 但是不管啦 我們有沒有賺到錢 那有嘛 沒錯吧 這今天啊 今天早上拉起來 拿著那邊洗來洗去 這個我們在66哦 66的時候分兩批 兩批出去啦 第一批也是出66附近 第二批也是出66附近 這昨天買的啦 在63 一開盤啊 我動作差不多這樣子啊 其實要做什麼啊 差不多早上 晚上準備好 我們有索馬交易視頻嘛 晚上準備好 開盤 開盤看一下狀況 OK的 基本上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做動作了啦 就是早上 昨天早上 開盤沒多久買一買 那時候我記得買了63多啊 我扣出去好像還打到633去 反正不管 反正是63多 早上在66這邊 賺個小價差 好不好 賺個小價差 把它除掉 尾盤 尾盤 從 哇 從64.8拉到67哦 隨便啦 反正同朋友 這個同朋友 這股票不是重點嗎 重點是什麼 我是在賺錢的嘛 我賺到錢就好了啊 這個價差 價差有賺到啊 對不對 這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最近很小生技很行對不對 小生技很行 當然小生技 說真的其實很多量都很小 我早上有請那個 我們的貫特學員啊 買這一支小生技啊 早上 嚕嚕嚕嚕嚕嚕嚕下來 嚕下來 機會來了 趕買 對 一掉下來 訊息馬上出去 盤下 就這支啊 盤下先分批小買部分持股啊 反正盤下趕快買啊 啊嘛嘛嘛嘛 收盤漲得快5% 好不然我不是說什麼 我要跟他提的是什麼 其實現在盤面上啊 其實因為指數可能 你不然我這邊不太會上去的嘛 就是整理嘛 那整理的話 中國現在在 解封對不對 中國解封嘛 朋友 之前是封控 然後呢 然後那個民眾 民眾 哇 被關到受不了了 現在呢 現在好我解封了 結果呢 結果不好意思啊 路上一樣沒人 為什麼 大家不敢出去啦 我關你 對 你反抗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好那我不要關了 結果呢 你反而不敢出去 為什麼 疫情就很嚴重嘛 雖然說現在流感化 但是呢 但是現在怎麼樣 現在就有點搶藥對不對 有在搶藥 那搶藥的話 其實跟我們之前 自己有點 跟台灣過去的狀況 是有點一樣 有點一樣 什麼叫一樣 之前是不是有一陣子 那普拿藤也買不到 對 中國現在也是一樣啊 普拿藤啊 什麼抗 什麼咳嗽藥啦 過敏藥啦 這個地方其實他們都就是 說真的 他們是囤貨啦 你說真的生病 要生得病要去買 也沒有也沒那麼嚴重啊 就是在那邊囤 很多都是被囤走了啦 那被囤走的話 現在我們這些小生技 就是有做一些藥廠 學民藥的 原料藥的 原來不是學民藥 做一些原料藥的 基本上都在漲 那都在漲的話 同朋友 我們之前也是這樣子 但是漲完之後 你要去想 漲完之後再會怎麼樣 第一波漲這個 整個都飛上天去 這個地方再去追 說真的 我不能說 我不能說不對 因為像這種就是有內置卡 內置在做的喔 你說 他一定 這個漲多他一定不會弄 其實不見得 內置其實很敢做的 但是呢 就像我如同跟大家說的 在這個位階 你要嘛怎麼樣 要嘛你就旁邊看 長好多了 又沒什麼 沒什麼基本面 你說什麼什麼抗生素 說你知道 多少廠商會做啊 反正沒什麼競爭力好不好 之前那些股票都是 不會動 沒什麼量 每天成交量不到一千張 甚至一兩百張 沒什麼量 因為太多人在做了 只是現在忽然有一個機會 才忽然拉起來 那拉起來的話 當然 現在漲多了 你看他不順你可以不要做 對 如果我要做的話 那我要跟主力一起炒 你可以跟他一起炒 但是你聽說人設好 失線破了 只要他的收盤失線是跌破的 就是 結束了啦 每次 每次的投機股都這樣 每次的投機股都這樣 只要失線破 那我投機的不管長幾根 長一根兩根三根 哇 一直噴長頂 你就跟他拚 如果說你要跟他投機的話 你就跟他拚跟他追 對 但是失線 只要收盤破失線 趕快出掉 運氣好 後面可能運氣好對不對 就算你追一下進去 搞不好還在半身搖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 要 說真的就是看主力顏色啦 你來 你太多人來 他就倒給你嘛 你都不來 我就一直拉嘛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怎麼分析 這我也沒辦法分析啊 那個就是 他到底貨能不能出完的 這個部分而已啊 你如果拚了我就定了 拉到你送不了你跳進來 你如果來 哇好多人來了 全部送給你 反正失線跌破 基本上 收盤之後破失線就是結束了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但我要跟大家說什麼 你這個地方第一波 你現在就是炒藥嘛 那後面呢 後面 我問你啊 你新冠疫情的部分 有可能根治嘛 啊 他會根治嗎 其實他會有一些後遺症對不對 那後遺症的話 後面是不是要什麼 要開始調養嘛 可能要需要一些保健品啊 什麼去調養嘛 所以後面的商機在哪裡 你這個藥可能只是一時 但是你後面調養這些保健商機 搞不好要很久 那這支股票做什麼的 做一些保健商機的啊 保健商機嘛 對他的那個母公司 對他的他的老闆啊 他是子公司啊 他母公司啊 母公司我相信有在索馬教育視頻裡面 都不懂我也講好幾天了 對不對 這是那個很大的那一個 對 就是母公司嘛 啊母公司 母公司貴嘛 母公司貴 啊不能買這個 當然他是成交那個 五檔掛贓掃掃 五檔掛掃掃 買股票 都不懂 我現在我也跟大家提到過 買股票 不要只想要買啊 你要想著出啊 你要想著出啊 你出能不能出的掉 你不要買進去 哇好爽喔 結果出呢 出不掉 這樣一出就跌停 就是那個五檔掛贓 基本上少了 就官特這邊 先去買 那今天運氣還不錯 就只能拉起來 那同朋友 也就是說什麼 今天 大漲 有沒有賺到錢 有賺到錢啊 當然第一個 惠陽嘛 惠陽做過短價差嘛 然後呢 這個官特的部分 才買這個 對 那同朋友 你也不要想說 之前我都在講什麼電子股啊 或是什麼一些投信股 我也會做生技股好不好 你不要想說 我沒在做生技股 這是17月嘛 生技股啊 你不要忘了 11月15號 我跟大家說什麼 這11月15號 跟大家說的嘛 這支什麼 美食嘛 11月到 11月底 最標的股票是誰 不是美食嗎 美食不是標翻天 那時候11月15號 這什麼 這週限啊 今年賺10塊的公司嘛 那時候160幾 沒錯吧 對不對 隔天拉到180 又給我收回170 但是我還在嘛 後面怎麼樣 後面都噴出啦 就開始200多了嘛 然後中間還弄了兩支掌停板 就這樣子啦 從這邊啦 這一根啦 我這一根黑K講的嘛 隔天 上影線很長嘛 就是拉到181 收盤就收回170了啦 這到底是多少人在把它當充 隨便啦 反正怎麼樣 反正就是要賺10塊嘛 今年12明年14 後年18嘛 我看的報告是這樣寫的嘛 但是後面有兩家 那寫到300塊就下去了 也可能會來啦 但是呢 這次啊我算我應該得了就好啦 就從這一天 這天我就輸掉啦 我輸到240幾嘛對不對 為什麼 這天都分盤了嘛 5分鐘一盤嘛 分盤 然後時間在那邊跟他慢慢耗啊 那股 股票不是重點 有方法可以換下一次啊 那邊5分鐘耗 我套早做走耶 可能盤中看怎麼樣的狀況 那盤後 如果說有 有什麼新的股票在 在弄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一直盯著他 那5分鐘這個 哇 這個怎麼盯啊 沒有那個米國時間啊 說真的 不是說 不是說美國時間啦 就是 你不需要 你價差已經拉開了 就 就給他了啦 所以同時那時候一百 這邊一百六幾 我出來240 中間多少價差啊 七幾塊價差啊 七十幾塊耶 要一張七百耶 要10張就換一台車啊 那不是 當然現在車子也貴 可是你也後面了車 因為什麼 欸沒車 對不對 現在去展場說買車 沒車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呢 所以車實在是缺啊 還是缺啦 好不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 生計後面還是可以看 好不好 生計還是可以看 反正就是怎麼樣 啊 籌碼往這邊走 就可以往這邊看 對不對 那其他像我們之前跟大家提 大概會像那個 那個電網的部分 就是政府支出電網部分 這沒什麼問題啦 昨天頭戲不是大買 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今天又拉起來啊 就什麼時候推上去而已啦 反正昨天頭戲又到買 對不對 之前這邊 出兩天 欸好像是超結帳了 啊 這個屁蛋啦 他又開始買了 對不對 不是嗎 出完了 出兩天結果又開始買了 對不對 創 68這邊呢 偷跑一點掉下來 馬上接 對 所以像這個基本上 沒什麼問題啦 然後像這個 無文機跟那個 車電的部分 現在錢不在這邊啦 我沒辦法 這次就在那邊洗著洗著 洗著洗著還好啦 我是覺得還好啦 還可以給他機會 啊就買一坨在頭 不是買一坨在這裡 買都在這裡 如果說掉下去的話啦 我頂多小培嘛對不對 他大培 對 你大培我小培 如果說真的你不弄掉下去 彼此摸了 對不對 就算了 但是呢 應該不太可能啦 賺10塊的公司 明年呢 也賺10塊 對不對 這個 什麼時候動而已啦 好不好 只是現在錢不在電視股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應該後面都還有機會 反正你只要動了 我再跟大家驗證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做個簡單的結論啦 頭髮其實我們講的是一個操作方法 但那個指數 指數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比我預期中還要強很多 但是 強 跟我的後面的 跟我的 操作的部分沒有衝突啊 為什麼 我又不是做空 我是做空嗎 你跌我也是做多啊 對不對 找強勢股嘛 你看前一個禮拜 二那時候掉下 我跟他說什麼 留意好股的買點 你幹嘛 啊現在呢 現在 現在搞不好要追了 現在沒什麼拉回買點 搞不好你要追上去 好不好 啊 牆就是 就是那隻還在 既然那隻還在的話就怎麼樣 那隻還在的話就是 就是可以搞啊 搞不好他玩到什麼 搞不好那隻玩到元宵 阿雲到元宵 欸一個多月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 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我們那個索馬教練視頻 歡迎你訂閱 甚至怎麼樣 甚至說我們現在有優惠活動 我也張開雙手歡迎你 好不好 我跟他提這個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貨 就有下一次 當然長槍配短刀嘛 長槍 有些是做撥斷的 有些短線呢 怕你撥斷 每天都很無聊對不對 做做短線 賺菜錢 零用錢 好不好 這樣同朋友 麻雀戰法 有時候加一加也不少 欸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的 第十天推播通知 你 我覺得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 懂男掌 我之前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 ** 零用錢 ** 搭配